川普差点被暗杀后 33岁的工程师就成了他的死忠支持者 决定加入青年团队挨家挨户替川普拉票 是想分析川普想赢的话 必须更专注在他的经济政策 因为不少人是认为他能救美国经济才投他 反观拜登退选后 对手贺锦丽持续获得年轻选票支持 以民调58%大幅领先川普的37% 尤其在人气歌手泰勒斯表态力挺贺锦丽后 民主党更加气势如虹 贺锦丽也向川普再下战帖 邀请他10月23号再次进行辩论 不过遭川普拒绝 虽然大选11月5号才登场 不过美国像是明尼苏达州 维基尼亚州等好几个州 已经启动提前投票 川普也以此为由拒绝二次辩论 而贺锦丽不仅年轻人领先 也稳抓妇女票 最新数据显示 贺锦丽在女性民调中 以54%同样大幅领先川普的42% 但尽管如此 传出目前民主党内部 仍担心男性选票是选情的最大变数 以关键摇摆州 宾州来说就好 白人男性选民 川普一百分之六十二 遥遥领先贺锦丽 二十五个百分点 而在密西根州 成年男性 川普同样领先超过 十个百分点以上 不过贺锦丽依旧吸金能力一流 光是8月募款就达到2.57亿美元 多出川普三倍 为了筹得更多政治现金 川普再出招 推出印有自己大头的 限量版川普硬币 一枚一百美元将近台币3000块 将在25号开卖 期盼能多少位财库进账 三新闻 张宣报导